导读 第二路韩蔡徐坤 一样的发型 一样的妆容 能否红过第一路韩 入了各位可爱的观众朋友 言喜共略即将大结局 依依真的依依不舍 被里面众多实力派演员给圈粉了 然而我们的主题不是他们 而是备受观众吐槽 与争议的小鲜肉们 陆寒当初是去韩国留学的时候 被韩瑜的心探发现了 又经过筛选和培训 然后才签约 成为了男子团体EXO的一员 想当年EXO不仅在韩国十分火爆 到了中国也是如此 势头堪比前辈组合东方神起 而陆寒者今年已经宣布退出了EXO组合 单独在国内发展 也是发展得很好 电影 电视剧 歌舞 综艺各个方面全方位发展 中国范围内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而今天要说的第二怒韩 名叫蔡徐坤 是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CA出道的选手 通俗的说 可以理解 为人气第一了 当初蔡徐坤也是背心汉发现了 不过他没有选择立刻合作 而是选择了出国深造 期间有通过一些媒体平台 放松一些美照 歌舞表演 渐渐积累了一些人气 可以说蔡徐坤在偶像练习生的成功 离不开这些年的才艺 累积和老粉丝呢 看看蔡徐坤和陆寒的对比 这几乎完全一样的发型 加上相似的表情 一样的嘟嘴卖萌 走可爱风格 简直就是第二个陆寒吗 不过仔细看 还是有些微不同 陆寒的气质 更像林家小哥哥 又带着小姐姐的温和 而蔡徐坤 则更像是玄幻小说里的妖孽美男子 带着一种魅惑的 看到这样造型的第二陆寒蔡徐坤 网友们直呼 受不了了 喜欢她们的大多都是年纪尚且年幼 对白马王子等恋爱浪漫乔传 有幻想的中年小仙女 小学生 而不喜欢她们会觉得她们很娘 造型和妆容都朝着寒流的阴郁风 一点阳光刚毅的气息都没有 然而她们却不可否认 确实受到众多女粉丝的青睐与追捧 在这个娱乐圈盛行小鲜肉的时代 她们能否摘掉演技差的标签 走得更远更好 而第二陆寒蔡徐坤又能否红过前辈陆寒 粉丝们快来一一评论区讨论吧 支持陆寒扣一 支持昆昆 蔡徐坤的扣二 拒绝双方粉丝之间的掐架行为